每次币安改動都能夠帶起一波新的風潮 這次會不會也再創造一個新的里程碑呢? 歡迎來到庫可實驗室 今天我們要來與大家分享 B&B第三條攻略 B&B Greenfield 這將會是B&B鍊上第一個 去中心化儲存的集合琴攻略 那麼為什麼要先行布局儲存的技術呢? 今天我們就要來帶大家了解一下 新的機會 一幣三列的時代來臨了 走! 今天的影片資料來源都是來自於B&B Greenfield的白皮書 影片下方也會有連結可以去看完整的白皮書 但今天我們會把這個白皮書簡化 並且加上一些自己的意見 這一些主題都不是任何投資意見 但應該也是能從此片接接一二 B&B做為日用復活越最高的公鏈 從早期的公鏈大爆發的時期 它就是大約在2019年的4月 也搭到了這個公鏈的班車 也就是在那時候開始了B&B Beacon Chain 直到2020年的9月 第二條公鏈也就是後來更名成BFC B&B Smart Chain 開始兼容了以太EVM 也讓整個不管是油氣生態也好 或者是Depth也好 讓整個使用環境大爆發 而目前第三條鏈也是使用原生的B&B代幣 但名稱叫做B&B Greenfield 那最主要的是用來做去中心化的儲存 對於Web3的到來也是提前的布局 那麼新產物B&B Greenfield到底是什麼呢? 它能夠做什麼? B&B Greenfield是一條專門做儲存技術的 那對於用戶來說 上傳一些資料到區塊鏈上 那用戶可以透過API 像是去建置網站 也能夠利用這個特性在上面收復款項 這就會比較像是伺服器商的感覺 當然除此之外 也提供用戶能夠在雲端上儲存的服務 那有一點像是Apple iCloud 可以上傳照片、影音還有一些檔案 而這些都會是綁定私藥的 那對於創作者 可以利用這個平台去販售他們的智慧財產 像是影片書籍等等 不過因為這個部分還沒開始優化 所以有可能被盜版 甚至破壞智慧財產權的問題產生 但這也是接下來要去克服的 但對於區塊鏈的角度 像是B&B Smart Chain 提供了一些可以去中心化儲存額外資料的功能 或者是基於供鏈來儲存過往的交易記錄 那這也對於之後要開發更高速的Layer 2 Rolled Up 的體系會更加的平穩 那既然如果能讓整條原本就已經很活躍的生態 更加的絲滑的話 那接下來發展就會屬於是社群媒體 且因為能夠對於提供的答案進行分級制度 對於要劃分像是會員或者是私領域的影片 也可以利用這個技術去達成 那最後一點就是大家比較少重視的一個隱私的層面 那現有的階段大公司通常都是免費讓我們使用 像搜尋啊或者是使用他們的軟體 但同時他們也會去收集使用者所操作出來的數據 那除了二次利用之外也能夠進行加以販售 但B&B Greenfield 所達到的是 它能夠讓每一個帳號所產生的這些數據 進行私有加密 只會存在自己的帳號 如果你要去應用某些程式 需要去提供私人資料的話 變得只有那個程式有限度的狀況下去提供隱私 或者另外的狀況是 這個程式可能需要經過你額外的同意 才能夠進行隱私資料的提取 那或者是利用它額外的獎勵 讓你去同意使用這個資料 那現在大部分雲端儲存都分不開三大巨頭 像是亞馬遜的AWS Google Cloud 還有就是微軟的Azure 假設我們的資料存在了Google Cloud 就代表我們把資料完全就幾乎是交給Google去托管著 而B&B Greenfield 則是達到去中心化的做法 也就是說 我們的資料已經是在一條POS鏈上 那麼既然儲存在一條鏈上 就一樣會有區塊鏈技術的元素 像是所有的資料都能夠去追溯到之前的改動歷史 那你說真的能夠做到去中心化嗎? 其實以目前的角度來講 當儲存業者還是需要經過審核的 也就是說還需要透過中心化去審核一遍 但對於一般用戶來講 它的企業基本上不會有所改變 那麼 現在的技術 和之前又有什麼差別? 像現在有哪些項目是做儲存的呢? 那像是 Arvif 還有 Filecoin 都是比較知名的大項目 Arvif 是直接把千量數據儲存在鏈上 Selana 也是利用這樣子把交易數據存在 Arvif 上 當然不只Selana 像是以太坊的擴容鏈 L2的 Polygon 還有接下來 Arbitron 都是在這個鏈上 那對於零件上的資料發展越來越龐大的狀況下 儲存歷史資料就會相對的變為重要 要如何做到儲存量越來越輕量化 而且越來越有效率就會是關鍵 而 Filecoin 的做法又有一點不太一樣 那最主要它們是走 IPFS 的機制 那簡單來講就會是有分佈到很多不同的硬碟 那假設說如果你一端資料一到十 它就會把這個資料打散 然後隨機儲存在不同的節點 而這些節點就會是由生態建構者所設置的產物 那如果使用者要下載資料的話 就需要同時從不同的節點下載下來 有點像是早期的 Torrent 那種單向版 那一次從不同的伺服器下載影片到你的電腦 但 IPFS 有一個缺點就是 對於新手比較不友善 還有一個點就是因為它是分散的 並不能百分之百保證你的檔案都還會在 畢竟每一個節點不一定都會重播下來 還有一個就是建制體系的獎勵機制是否能夠 讓設備商持續去投注下去的這個動力 所以說我們在這個環境下也都在一直做嘗試 從跌倒再站起來通常都會越挫越有 而這設的 BNB Greenfield 也是一樣 所以說剛開始的儲存空間也是會需要經過審核 然後成批建制 但之後不知道會不會下放這類型的建設 並且以 BNB 作為獎勵機制也說不定 但鑒於目前審核方式 也是能夠讓整體生態發展較為迅速 那除此之外 BNB 鏈上的生態資源已經有相當的完善 你可以想像說一個已經繁榮的城市裡 再增加大眾基礎建設只會讓這個城市更加的完善 像是你要從 A 點到 B 點 你可以有很多種的方式去達成 你可以坐馬坐車也可以開飛機 甚至走路也可以 在我們完全達到 Web3 建置之前 我們也有非常非常多的基礎建設需要去開拓 那這時候除了可以加速 Web3 的發展之外呢 也能夠提升加密貨幣的有效價值 那對於目前的狀況來講 很多人做 Web3 都會像是建設商城 或者是複製 Web2 的一個產物 然後再把一個加密支付的機制放上去 就說自己是一個 Web3 的應用 但對於只純粹做買賣、付款 並不能提供一個非常關鍵的鋼需價值 但對於在未來有可能的元宇宙、產業鏈 又或者是去中心化的 Dapps 都會需要大量的儲存技術 這些我們都會需要大量的基礎建設 那如果我們看一下先行者 Arid 的儲存量也是不斷的在創新高 所以 Web3 的發展前提除了是網路普及之外 剩下來就會是基礎建設 像是這次的儲存話題 這就好像如果線上遊戲要發展 然後手遊要發展起來的話 也必須要網路傳輸速度能夠達到一個穩定 並且普及 所以這算是先有機還有先有帶的問題 那至於我對 Web3 還是相當看好的 而且市場如果還是持續朝這個方向發展的話 從水你也會變得是不可少的項目之一 對於 BNB Greenfield 的方向 我也是相對認同的 畢竟如果生態 而且日活躍的用戶又作為最高的鏈 能夠提升自我實力 或者是讓其他鏈對於 BNB 體系有依賴的話 最有效的就是從基礎建設開始 來增加自己的實力 後續也有非常非常多的體系生態 都一直在為 Web3 做努力 像是 Selana Helium 還有 Arvif 製作了對 Web3 的手機一樣 那我們可以看出儲存技術 也是一個新的生態要發展的必要的基礎建設 而這次 BNB 鏈的生態確實做到 1B 3 鏈 也可以說讓整個生態更加的完善 讓 BNB 的價值又附上了一個新的功能 而且這也算是超前非常非常多來進行佈局 那你覺得這次的大改動是否會成功 又或者 BNB 去中心化儲存 會變成某種剛硬的需求 那影片下方留言與大家一起討論吧 那如果有從這部影片中學到任何東西的話 也歡迎幫我們把這片分享給身邊的好朋友 那有一些手上有 BNB 的人應該也會想要知道這些事情 那如果還沒有訂閱庫可實驗室的人 也趕快動動手指訂閱起來 才不會錯過之後的更新唷 那麼今天就到這裡啦,掰掰 www.voods.exe 出現了 綽� 說明後 在回到後 從不嬸 出現了 進製